看到我手里这颗了吗 这一颗是三角梅 是一个普通品种的 是一个揽花的绿叶大红 对于绿叶大红来说 它开花性能非常的弱 一般会养的能够养一年开两次 一般是在春和秋两个季节开花 对于不会养的 有可能一年都不开花 最近好多话有说 我养的三角梅 为什么到了秋季 能够见光了还不开花呢 由于夏季的时候 光是属于垂直照射的 不能够照射到室内 我们在室内养的三角梅 都会土长直条 它不会开花 我这一颗当时是又在角落里的 而且我的棚里会搭这样往 这样往这里以后 它也土长了 所以想要开的花很简单 你看一下 它现在上边 是不是都长出花芽来了 这个小凸起就是花芽 叶片和金杆连接的地方 新芽上出现这种情况 证明已经开花了 那么我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我们如果说到了秋季了 光照能够照射到室内 我们需要强修剪 只保留粗枝 细枝弱枝全部给它剪掉 长的粗枝条 短节 保留5到10公分就可以了 不要保留太多 然后呢我们去保证着 光照充足的前提下 盆土干透再去给它浇水 这是属于控水 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的叶片 发现它的叶片轻微发软了 你再去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而且要给它补充磷肥 常见的磷酸二星甲 我们直接使用上就可以了 磷酸二星甲 对水一比一千的浓度 直接浇水的时候 加上7到10天一次 这样就能够起到补充磷元素的作用 得到磷元素以后 它的新芽长出来以后 基本上每一个叶片之间 都会长出花苞来 看着花苞长出来了 磷酸二星甲持续使用 也是7到10天一次 然后呢 看着花苞长出来以后 盆土干到一半左右 再去给它浇水 保证光照充足 它就会快速的去长 到时候花苞逐渐的变大 一次开到冬季是没有问题的 它单次开花 能够持续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养不好的话 能够开十天 甚至半个月的时间 看你怎么去养 只要光照足操作方法得充就可以了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细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